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 以色列民蒙神拯救 我们来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到六节 神借着先知 再将以色列人比作葡萄园 神要对葡萄园与浇灌看守 使他的选民得复兴 第二段是七到十三节 神要对自己的子民 予以刑罚和管教 过后又要施恩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二节到三节 六节 经文这样说 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 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 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 我必时刻浇灌 昼夜看守 免得有人损害 将来雅各要扎根 以色列要发芽开花 他们的果实 必充满世界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讲完了前一章的第二十六章 截指的地方是最后两节 二十六章的二十节 二十一节 这两节圣经是讲到 有关来自于神的审判 大家直接参考的经文 可以去看前面的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 到二十二节 在经文中 神告诉自己的百姓 在他愤怒的日子 要进入到内室 关上门 隐藏片石 等到愤怒过去 这是因为 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 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 地也必露出气中的血 不再掩盖被杀的人 这样的经文记载 让我们想起 出埃及记十二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就在月节的晚上 当神派遣灭命的天使 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 神就要摩西来吩咐以色列人 进入自己的屋内 将门关上 但是他们的门框和门楣上 必须抹上羔羊的血 神会完成自己审判的工作 直到愤怒停止 大家也可以参考 诗篇一百零三篇八到九节 经文同时也指出 当神在审判的时候 大地必对犯罪的人予以控告 那曾经流出来的 无辜之人的血 必发冤声 将犯罪之人 和他们犯罪的事实 控诉出来 呈现出来 当犯罪之人被惩治 大地就被洁净 神公义的要求便被满足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七章 二十七章并不难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六节 在这一段中 神再将以色列人 比作自己的葡萄园 第一节中所讲的到那日 也就是神显荣耀威严的那日 耶和华 必用他那刚硬有力的大刀 刑罚鳄鱼 就是那快行的蛇 刑罚鳄鱼 就是那曲行的蛇 并杀海中的大鱼 这里经文所讲的 鳄鱼 快行的蛇 曲行的蛇 都是指恶者 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 自然界 及人类历史中 才会有抵挡神的 犯罪的恶势力 他们也会蛊惑 地上的居民犯罪 所以他们实际上 是二十四章 第二十一节 经文中所讲的 那由被神所惩罚的 高处的众军 另外的讲法 神对恶势力 予以惩治之后 神的子民 以色列家 就会成为 有初九的葡萄园 因为从前 那因罪而荒废的日子 已经过去 人们要指着葡萄园 来唱歌 接着三节到六节 就是这歌的歌词 在歌词中 神自称自己 是看守葡萄园的 当神对自己的子民 予以看守的时候 他会悉心的照料 其做法是 时刻浇灌 昼夜看守 免得有人损害 神浇灌葡萄园 是要让葡萄园 有生命 昼夜看守 是为了防备 仇敌的践踏 和小狐狸的侵害 这表明了 神要对 以色列家发热心 神一旦看守 保护 他的看守和保护 就是全备的 就是人和一切恶势力 所不能扰乱的 我们但愿 这节圣经 所讲的葡萄园 就是指我们现在所在的 各个属灵的家 也就是神的教会 愿神对我们予以看守 他借着他的灵和生命 给我们带来时刻的浇灌 并且昼夜都不打盹 不睡觉的 将我们看守 免得有仇敌来 杀害 偷盗 和毁坏 第四节 神说 我心中不存愤怒 意思是 神不再对以色列家 怀有愤恨 但是神也说 一旦他的葡萄园 有荆棘和吉利 这乃是指 他的民中 有抵挡他的恶人 这恶人会明明的 与神交战 神说 我就勇往之前 把他一同焚烧 五节说 不然 让他持住我的能力 使他与我和好 愿他与我和好 神也给荆棘和吉利出路 若神的子民当中 曾有人与神为敌 但是后来 要与神和好 神就还给他们 有活下去的机会 第六节 是对主所看守的 这葡萄园的预言 在神的眼中 将来雅各要扎根 以色列要发芽开花 他们的果实 必充满世界 我们的神 那是一位有盼望 并充满喜乐的神 因为在他的旨意和计划中 以色列既然是有着神 亲自看守 保护和浇灌的葡萄园 那么这荣美的果园 必定会枝叶繁茂 并且也会果实累累 他们会在万民中 做蒙神赐福的见证 论到神的子民开花结果 大家也可以参考 后面37章的第31节 接着是本章的第二段 7节到13节 这一段的内容 那是浓缩的 讲了以色列人的历史 他们如何 因为犯罪得罪神 便遭到神 借外邦人带来的击打 神甚至还将他们分散 但最终要将他们带回本地 这段经文强调 神子民所经历的一切 都出于神 在神有着伟大的旨意 神虽然透过刑罚 带给了以色列民被掳的痛苦 但同时也唤醒他们 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极大的恩典 让他们虽然遭受到惩治审判 却为他们留下了圣洁 又公义的鱼种 这些鱼种 后来就成为神子民当中复兴的种子 7节 8节 9节 经文所讲的是神带给百姓的惩治 其做法 方式 结果 都是美好的 像第7节所说的 就是神对以色列家充满怜爱 虽是击打他们 却不是像那外邦凶恶的国家 神出手 依然是轻得多 第8节 经文形容 神借着刮东风 以暴风 将神的百姓逐去 这乃是神 刑罚自己百姓的方式 第9节 就讲了 神让自己的百姓被掳 所带来的理想的光景 那便是 借着被掳的经验 以色列百姓 才彻底的离弃 拜偶像的罪 这就是经文所说 所以 雅各的罪孽得赦免 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 全在乎此 神知道怎样 能将自己的百姓的罪 除灭 禁禁 历史也真的证明 犹大人被掳巴比伦以后 他们真的就彻底的离弃了 拜偶像的罪 但后来 他们被波斯王 古列所恩待 从被掳之地归回犹大 他们就再也不拜偶像了 所以 神的子民被掳 是痛苦的经验 但神 借着痛苦的经验 却成就了 美好的计划 那就是真的 让自己的百姓 彻底离弃了 拜偶像的罪 十节 十一节 经文所讲的 是神的子民 被掳以后 原本的坚固城 变为凄凉 成了被撇下 离弃的居所 像旷野一样 以至于牛犊 必在那里吃草 在那里躺过 并吃尽 其中的树枝 但经文明明的告诉我们 神子民的诚意 成了如此 荒凉 凄惨的光景 全都是因为 神的百姓 蒙昧无知 所以才显明 那创造他们的 必不连续他们 造成他们的 也不施恩于他们 十节 十一节 所讲的 以色列人被掳 所以造成的人去 成空的景象 人不可以将这一切 说成是 因为耶和华神 不再联系 眷顾自己的百姓 神的百姓 遭到审判 刑罚的结局 都是因为 他们不认识神 他们蒙昧无知 他们犯罪悖逆 大家可以参考 《生命纪》32章28节 以色亚书1章3节 还有9章17节 神的子民 虽然有如此 惨痛的遭遇 但12节13节 神又借着先知 发了荣美的预言 这两节预言 是论到神的子民 未来的回归 大家注意12节 里面宣称 以色列人到那日 耶和华 必从大河 直到埃及小河 将你们一一的收集 如同人 打树石果一样 如果我们看 旧约圣经中的记载 就知道 从大河到埃及小河 就是神原本 应许给 自己子民的将冀 大家可以参考 《创世纪》15章18节 《猎王纪》上 4章21节 经文中实际上在预言 当神 刑罚 分散 自己的子民 到了日期满足之后 神又会将他们 一一的收集 就像人 打树 树上的果子落下 人再将地上的果子 拾起来一般 那掉在地上的果实 其实就是 公义圣洁的榆树 那被神怜悯的 剩下的子民 神要爱惜 宝贝他们 将他们存留 保守 使他们成为 复兴的种子 13节继续说 当那日 必大发绞生 在亚树地 将要灭亡的 并在埃及地 被赶散的 都要来 他们就在 耶路撒冷圣山上 敬拜耶和华 经文中所说的 亚树地 将要灭亡的 和在埃及地 被赶散的 这乃是一个象征 和代表性的说法 实际上是指 神的子民 流散到的 所有的地图和环境 他们都会从 那地归来 当他们归回到圣地 神的民 便会在 耶路撒冷圣山上 敬拜耶和华 神从前赶散的 如今又昭聚了 神从前 借着东风 将他们逐去 如今 收集他们 如同人 打树石果一般 所以我们看见 伟大以色列的神 向着自己的子民 永远怀有着 慈爱和怜悯的心肠 他是一位 无比慈爱的神 神的子民 都当颂赞 他的美名 来让我们祷告 三位一体的真神 以色列的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从前 你将自己的百姓 刑罚 审判 并将他们 交于外邦人的手 你就像 刮东风一般 用暴风 将他们赶足 但有一日 你必再向 自己的子民 施此爱 你会在他们 所在的 被掳之地 像人打树石果一般 将他们收集 谢谢你 如此的爱 正因为你如此的爱 所以将来 雅各要扎根 以色列 要发芽 开花 他们的果实 必充满世界 我们赞美 你的名 我们如此的赞美 这样的参颂 乃是奉靠 我们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 我们的主